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原本就比较容易犹豫 两个人在一起就算什么都不做 你也会对日常充满好奇 嗨大家好我是海比 欢迎回到子弹笔记系列 今天是三月份子弹笔记 不觉得时间过得超快吗 那今天的影片一样会带大家 跟我一起回顾加检讨我的二月 还有一起设定三月新目标 就希望透过这系列爱写笔记 我们可以一起更真实的 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 然后互相陪伴成长 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又来到大家最爱的触控笔介绍时间 我收到来自台湾品牌的邀请 就是瑞娜色 要来分享他们家的 具有类质感书写笔心的触控笔 非常适合很喜欢在iPad上书写的我们 通常买iPad回来想要手写的你们 一定有过这种纠结心态吧 我要不要贴类质膜啊 好像贴了才会有摩擦力 这样触控笔写起来才有真正手写的感觉 可是如果我贴了类质膜 它就要牺牲掉我的画质 这样我们iPad回来追剧的意义不就没了吗 如果你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想法 既想要拥有书写的摩擦力 又同时想要保有iPad最原色的高性画质 那我是真心觉得可以来认识一下瑞娜色 这支自带摩擦力的A1触控笔 我自己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笔头设计 它的笔头是采用日本制的类质感笔性 笔尖的地方是具有弹性的特殊材质 所以你在书写的时候它本身就自带摩擦力 你就不用特别帮你的iPad贴类质膜了 它就有类质膜的书写感 我觉得蛮酷的 然后我自己这次在体验的时候 是特别去商界我姐的iPad一起做体验 因为我的iPad有贴类质膜 它的没有贴它就贴一般膜 然后我就去测试各种组合的摩擦力感受 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排行榜 我自己分成四名 我觉得最没有摩擦力的就是一般的iPad 然后加上一般的原厂触控笔 它写起来是最滑的 那第三名就比较有摩擦力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的iPad有贴了类质膜 然后再配上我的原厂笔 然后第二名就会是我姐姐没有贴类质膜 它就是一般膜 配上这支A1触控笔 它写起来的摩擦感 会比我的类质膜加原厂笔来得更有摩擦力 听起来非常的牢扣 那最后最最最有摩擦力 就是你帮你的iPad贴上类质膜 然后再使用这支A1触控笔 它用起来真的是双倍摩擦感 非常推荐给你超级喜欢有摩擦力的书写模式 你就可以这样搭配 我自己体验这支笔下来 我最直观的感受特点有三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摩擦力 因为它有一定的摩擦力 所以我的手腕相对写起来会轻松非常多 就我不用花太多力气 我就可以很好的掌控我的笔尖要移动去哪里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 我觉得这支笔写起来超安静 可能是因为它笔尖是做这种有弹性的特殊材质 所以它不会有敲击身 就是非常适合学生或是上班族 你在上课或凯会 甚至你去图书馆 如果你想要埋头一半奔笔集书 都不太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就安静这件事我非常非常有感 那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开关机非常方便 如果你要使用它 你就拿笔尖压下iPad 这个灯就会自动发亮 告诉你它自动开机了 如果你不用它 你就把它放旁边 闲置五分钟 它就会自动关机 我觉得算是非常直观的使用方式吧 所以觉得很方便 那它也有防手掌误触功能 可是它没有感压功能 因为感压功能通常都是Apple的专利 所以如果你有绘图需求 或是你需要感压的话 那这支笔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给专门书写的朋友 你可以考虑这支 我会再把详细的产品资讯的连结 放在咨询栏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点阅 然后参考一下 我自己当初会接着合作 就是因为我自己超好奇 到底什么叫做自带摩擦感的触控笔 但没想到我写下来 自己的书写体验是蛮不错的 再加上它是台湾品牌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 然后这支有两年保固 我也有同步去查了一下价钱 发现它的价格是不到千元以内 应该是799 我都守在上在旁边 但总之这样一连串的因素加起来 就让我更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分享给你们 然后说不定有机会成为你们的选购清单 那这就是今日份的触控笔记的效果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就回到此单笔记吧 那我们就先进入到2月回顾 我记得我那时候2月收了三个目标吧 寒奸准备、创作者任务跟玩乐行程 那寒简部分我文法念蛮多 我念了120几个文法 但还没有真的实际的背起来 只是先念过一遍 然后单字只背了400个单字 那创作者任务 YouTube方面我只上传了两支长影片 但是Short部分我终于上架了第一支 然后再来是Instagram 我应该是发了7篇的文字 然后包含我非韩国的Solar飞行日志 然后最后Podcast上一支 分享了我自己的过年记录 而且我觉得录Podcast真的超容易真情流露 我就会录一录 然后就很想哭我就哭了 我觉得蛮搞笑的 那以上就是比较数字化简套 那比较生活感性的部分 我就用照片分享给大家 今天是奶奶跟饭 我吃上了饼干超 趁热通讯 好 But even though I gave back your things From time to time you walk through my daydream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You're friends all say that you're doing fine I know I told you to leave me behind But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all these memories of you 那二月的辛勤小節 我自己就想要保留的有兩個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原本就比较容易犹豫 两个人在一起就算什么都不做 你也会对日常充满好奇 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这一趟跟朋友飞韩国 有的很大的体悟 以前在台北的时候 其实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嘛 就从房间睁开眼起床 然后就每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是那种可以自己去电影院看 想看电影 也可以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走的人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并不会特别觉得孤单 也可以好好的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这一趟在韩国的时候 是跟朋友一起从房间醒来 然后你睁开眼那一刻 你的心情就很不一样 就算你知道今天没什么行程 或是只是去一间餐厅吃饭 你也会对于今天充满非常非常大的期待 你会相信今天很好玩 可能是因为跟朋友在一起 也可能是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新鲜感 然后我就一直在来试考 到底在台北和在韩国 它有什么样的差异点 会造就我情绪上有这么大不同 明明都是过很日常生活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期待值 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三个因素吧 第一个就是让是陌生的地方会有刺激感 然后第二个就是熟悉的朋友 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就是牵扯到第三个因素 我觉得有熟悉的朋友一起生活 会互相提醒要拥有冒险感 所以在韩国醒来的每一刻才会充满好奇 觉得现在一起走去街头 或是现在一起去便利商店挑战 我们都不懂的文字 然后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 我自己这张飞韩国算是更加确认了 和很好的朋友见面 真的是会带给我极大跟极重要的能量感 以前会觉得加减见下面的到疗愈感是蛮好的 可是这张飞韩国我发现我是需要这件事情 所以回台北之后就会去思考 我应该跟这些很好的朋友见面的那个频率 要维持的更密集一点嘛 因为以前我是三四个月埋头苦干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某个月集中跟朋友们见面 但现在应该是要把那个频率分散 然后平均可能一两个礼拜见一次 然后让自己可以保持对生活新鲜的那个稳定度 这样我才会更积极的想要去勇敢冒险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想保留想法就是 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到底是怎么样判定 什么叫做很好的朋友或是怎么样去留下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会让我拥有能量感的好朋友 这题其实我思考了很久 因为从小到大我自己交朋友的原则一直都是种植不重量 我不太在乎多不多朋友 我只在乎我认定的好朋友是不是我真的可以愿意敞开心胸 跟他深聊我想聊的话题的人 所以这一题我就是二月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 终于整理好我的逻辑 然后要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说不定会帮助到你们去判定 这个朋友适合不适合你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说 我一直都觉得学生时代交的朋友会来的比 你出社会交的朋友相处的更有深度 或是更有熟度 那是因为我们在学生时期真的是24小时里面花了一半的时间 在跟你的同学相处 所以那个亲密感是非常深浅的 然后这样再去对比你出社会后交的朋友 其实你一天拥有的个人时间这么这么少 你不太可能真的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去跟新认色的朋友相处 所以我觉得那个熟悉度 亲密感原本就会有一定的落差 但不管是什么时期交朋友 都真的不能忘记要持续去观察你们之间的相处 到底彼此还适合不适合彼此 或是对方有没有持续的 给你正能量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真心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社会历练不同 或是遇到的事情不同 就会在思维或是价值观上面产生改变 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相处一辈子 我是真的觉得不太一定 甚至是蛮难的 所以我自己判定好朋友还适不适合彼此的技巧就是 我其实是会很认真听取他们给我的建议 或是他们不经意提起对我的想法 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什么事情 我就真的会去试试看 然后当我试完之后 我就会去观察那个结果是不是好的 比如说好的定义有很多种 一种是你看得见成绩数字会说话的那种好 另外一种是情绪上的 我得到快乐 我得到满足感 我得到成就感 这些都是好的影响 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都是互相给彼此好的影响的话 那我们就是真的很适合继续一起相处 但如果别人的行为会让我觉得对周遭人产生抱歉 或是有负面的情绪 我其实就会慢慢的淡出那个交友权 我可以举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国中有个很好很好朋友 也是我这次一起飞韩国的朋友 然后我们蛮特别的是 我国中的时候是有练雨球的 然后国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打过 他国中没有练 他是大学出了社会 然后持续的一直在打雨球 然后我记得是去年的某一天吧 就疫情的时候他来到台北 然后我陪他去一个买雨球拍的地方 他就看中了一支很贵很贵的雨球拍 然后他就有点是那种怂恿色的说 欸你要不要也买一支 你懂吗 就是自己花钱无聊 大家一起花钱才好玩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就觉得 我国中之后再也没打过雨球 就是我买的雨球拍根本就没有用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还是你生日快到了我就买那支雨球拍给你 然后等到你飞台北的时候 你再借我雨球拍我们一起去打球 他就说不要你要买 你买了我才要飞来台北打雨球 然后就是被他有点勒索式的省勇之后 我还真的买下了那支雨球拍 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在那一年 我就是会带着那支雨球拍 自己去找场地 自己去找琳达 自己去打球 然后就这样维持了运动习惯 可是我却回想如果当做他没有叫我买那支雨球拍 我真的不觉得我会回头打雨球这件事 所以以结果来说 不管是他对我身心灵 或是对我的身体健康度都是蛮好的成果 所以也会更提醒我去认定说 我就是很愿意去尝试他给我的提议 然后也会更认定这个朋友对我来说是很正能量的影响 或是同样有这么多的时间 我想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位朋友 所以我真心觉得大家都要学会去观察 去观察你跟别人的相处 别人带给你的影响到底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 当一个人负面太多的时候 你真的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这个人身上吗 对你的生活或是对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些小思维 或是彼此之间的行为相处去判定 这个朋友还适合不适合你 那以上就是我这个月特别想要保留的心情小节 那接下来进入到三月的目标设定 在目标设定开始之前 我想要先问大家有没有听过罐子哲学或是大石头理论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个空瓶子 你有大石头小石头沙子跟水 你会怎么样把这四个东西都装进这个空罐里面 假设你先倒了水你倒了沙子你倒了小石子 你的大石头很可能就装不进去 你就必须牺牲到某些东西 但如果我们今天调换顺序 我们先把最重要的大石头放到空罐里面 再放到小石子再放沙子再放水 那是不是这个空罐就可以装满 所有想要放进去的东西 所以这个理论通常就是用来比喻你的人生 你要先找到你最想完成的大石头目标 先以这个目标作为基准去做行动 然后再放入比较次要的小石子的目标 然后最后沙子水 那其中我很喜欢国外教授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把水换成啤酒 因为他说不管你工作再怎么当路 你都要记得出去跟朋友喝两杯 那才是你生活中最好的调节时刻 所以这个月目标 我想要用大石头理论来区分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第一个目标就是在3月好好确认这些大石头 要放在2023哪几个月份 正在努力的画出路径图 听起来是不是很迷茫 就是我2023年最大的愿望 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飞出国 然后生活一段时间嘛 所以我最近已经开始蛮认真的跟别人讨论可能性 然后也去思考说我到底要再拿几个月份去做哪些事情 就很希望在3月都可以尘埃落地 然后也是3月确定好这些月份之后 我才可以在剩下的月份去安排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在准备大石头的过程中是最刺激我产生期待的事情 所以我下来每天起创我可能就会先确认这件事的进度在哪 然后才会去做其他工作 所以我也很建议大家 如果你今年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就把它当做大石头 然后每天去做一点去做一点 你就会对你的生活充满很多很多期待感 那第二个目标就是关于创作部分 创作应该就是我生命中各种小诗字了吧 其实从2月到3月我真的是陆续在准备很多东西 不管是升降桌或是线上英文学习的分享 甚至是韩国的心 这些影片都已经正在剪辑中了 所以要再请大家捎带一下 毕竟一人工作室时间真的很紧凑 然后再来就是文字的方面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思考的深度类型的东西 要去做影片有点难 或是他不是一个大众在看的东西 所以我通常都会整理成文字 放在音水管上面 所以像前阵子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 我发现我自己的焦虑感来源是什么 然后或是像今天分享的 我发现我怎么样去判定一个好朋友适合不适合我 就是诸如此类的想要把生活中想的事情 都转换成影片或是文字 那就会在创作这条路上好好的分享给大家 所以希望我自己的3月可以弥补2月没有做到的量 然后好好的在各个平台跟大家见面 那第三个目标杀者的部分是我的函检准备 我自己预计在3月希望我每天可以至少念2个小时的汉文 然后有4个自己念的部分是单字 然后再来是文法书 然后第三个要听的课程叫TTMRK的网站 然后第四个是游戏型的APP是多零过 那这四个是我目前想要3月准备韩文的方式 那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水 我们的啤酒我们的饮料 就是在生活上我想要跟更多的朋友维持稳定的见面频率 就像我前面心情小姐提到的 如果我自己认定跟朋友见面相处这件事是对我有能量感或是重要的 那我就应该要真的去实验看看 当我把这个频率拉起来之后我对于生活的积极度会不会也跟着提升呢 不知道但我想要实验看看 但总之我就想说我3月每个礼拜都要跟至少一位好朋友有一个深度见面 然后去观察看看这样子提高频率之后 我自己对生活的憧憬感或是勇气有没有再更提升 那以上这四个就是我对于3月的期待跟目标分享给你们 然后也偷偷的提醒一下大家 3月结束就是第一季结束了 大家在公司工作应该都知道每一季结束都要写季度报告吧 其实我自己也是那种每一季都会去反省一下自己做的不好或是可以在调整的地方 然后也会列很简单的几题去问自己 我会把我自己的季度报告的问题放在底下资讯栏的连结吧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点选 然后尝试在3月底好好的写写看 然后就是为下一季做准备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子弹笔记 如果你看到这里我要先给你拍拍手 因为今天影片感觉很长 然后我要再告诉你一件事就是 我们这支影片要来抽奖想不到吧很突然吧 我的韩国战利品影片还没上 但总之这一份是我在韩国书店买的daily plan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我应该预计会抽8组给8位朋友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抽奖 你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你想抽奖加3月的一个目标 分享给我我就会在2周之后抽出奖项 那详细的抽奖办法跟抽奖时间公布得奖时间 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你们可以再关注一下 如果你有抽奖拜托你要记得在 就是公布中奖日的那3天内回复我 就到粉专跟我说你中奖了 那我就会寄出给你们 但如果超过3天我就是没有办法受理了呦 所以请大家记得想要参加抽奖 就先来去底下留言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3月份子弹笔记 希望有疗愈到你们 然后也预祝大家3月可以好好冲刺 然后写一个漂亮的结案报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